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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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想請我們的設計總監 Walter 來幫我介紹一下 Gogoro 2 他在設計的時候 有哪些設計演員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阿水 是Gogoro的產品設計 設計總監 我今天來的目的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 我們的產品和設計 為什麼會是這樣來的 我是想要分享一下我的設計程序 所以呢 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就是Gogoro 1跟Gogoro 2 為什麼相差這麼多 好像長得不大一樣以外 連質感都會有點不一樣 的確 就像剛剛Hans說的 我們在產品的定位上 就已經有點不一樣的目標去設定了 所以你會看起來 它就會有一些差異 那就以單純來講 比如說 以Gogoro 1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一個標竿 那這個標竿的動機是什麼 就是告訴人家 我們Gogoro 能夠做什麼 能做到什麼 好 所以在Gogoro 1的時候 其實我們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 然後其實說真的 我們公司有很多很多相關於 這方面的專業人士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情況下 我們就有辦法去設定出 Gogoro 1這個產品出來 那在於外型的部分 其實很簡單 這個是我負責主要的部分 所以呢 這個外型 我一定要有一定一定的一個 一個主軸 或是說有一種感覺 讓使用者或是消費者看到的時候 它不會有一些衝突感 所以呢 你會看到我們Gogoro的產品 會有幾個大概主要的一些 設計的元素跟感覺 好 那原則上呢 你會看到很多 我們的產品上 會有很多很多細節出來 那這個都是 會 會停留在我們產品的身上 那 為的就是呢 我想要定義它有一種識別 那你會看到我們的Gogoro 1上面 就像 你看到我們所有的裡面的細節啦 或是有一些 不管是你去 就是你把它拆開之後呢 你會看到很多裡面 不管我簡單的定義一個icon 或是說 有一個簡單的一個數據 或一個 一個 應該是說 材料的定義啊 或是要告訴工程師 或是說在模具上 要告訴人家說 這個 這一個piece 是什麼時間 設出 或是製造出來的 這個 在我這台車 我們都定義很多 所以你會看到這台車 很多很多 膠囊形狀的細節 你現在在看到這個部分呢 甚至你 打開車喔 很多你看不到的 你翻過來 你看它的細節 還會有一個膠囊形狀的 一個gogoro的logo在裡面 重點是告訴人家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 gogoro原廠出的 那我也是故意要做這件事情 要讓人家 就是看到膠囊 這個形狀呢 你就是會去聯想到gogoro 這是我們 我刻意要下的一個讀 那主要就是說 看大家有沒有習慣 那之後呢 你可能看了之後 或是可能今天我講的 你才會有感覺 那除了有這個部分的細節以外呢 你會在我們的產品 都會看得到很多這些細節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原則 就是你會看到 就像我們電池一樣的 這一種 我所謂的Squickle 就是有一點方中帶圓的這種造型 那為什麼說是方中帶圓呢 因為呢 如果是圓形 它好像又太過圓潤 又太過 如果說個性太鮮明到 就是可愛啦 或是非常的圓嘛 那至於說Squickle的話呢 我主要是要讓它 還是有帶一點點的個性在裡面 那它也不是那麼的 那麼的top 也不是那麼的強硬 那我們車上 我們要設定的它就是要很好設定 你在我們的GoGo的產品上 你會看到車子的一些細節外觀 有太多零零腳腳的 或是有一些很奇怪突出來的一個細節或造型 所以我會在這個部分呢 就算我要表現它的力量 或是它的一些整個的精神的話 我會用這種方式來去表現 你會看到我們的車子 欸 就算是方 我也不會讓你覺得很硬的方 它是 還是有一點點的friendly 那種很 很讓你覺得很舒服 很容易清淨 但是它也不失它的精神 就像我們定義Squickle 就像我們電池一樣 我設定這個電池 它的作用也是在於這裡 那因為這種形狀是比較 說新嘛 它也不是算很新 只是比較少人去應用它 那在電池的部分呢 我這一次的應用呢 其實我覺得它還蠻成功的 就是我有消除到 一般對於人家電動車的電池的形象 當然我是說設計電池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是換電池的 我一定要讓你很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說你拿一個黑黑髒髒的電池 這個換電池這件事情 好像又變得不是那麼等樣的 你懂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呢 你會看到我們的造型 會有很多這種 不管我要做零線的部分 我就不會有零線出現 它可能就會有一個大阿角 或有一個什麼阿角 去潤過去 讓你覺得不會有太唐突的一些造型出來 那在我們的產品上呢 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的車子好像定義上就跟外面的不大一樣 那你怎麼樣去表現這種速度感 或者這種性能 其實呢 我在這個部分呢 我是用於 interior跟 exterior 就是外裝跟內裝 這種兩個顏色的搭配 來做交替的時候呢 其實我外觀呢 可能我會定義一個顏色 但你看它的內裝呢 其實我運用內裝這個部分呢 來去做這種 帶一點速度感的一個做法 可能不是那麼的明顯 因為重點呢 還是在於外觀的部分 所以外觀的部分 我會做得比較簡單 那顏色的部分 就變得相對的重要 所以呢 除了內裝以外 我會做一些 那有一點連續性的造型的設計 讓你覺得不管是 Gogoro One或是Two 都一樣有這樣的語言在 那綜觀外面的造型呢 其實 因為其實我以前是做這樣的設計 我做了也將近十年 都是在做這樣的設計 那外面的車就是 其實就是前肩啊 後平骨鞘啊 但是呢 這個是 現在傳統市場 大家會覺得 這是主流 但是看久了 其實你會發覺 它的特色少了那麼一點什麼 因為市場上 你會發現 大家都長得一樣 只是差異在 喔 哪一個眼睛小一點啊 哪一個眼睛拉長一點 差異就在這裡 但是呢 這個部分 我就下了一些光夫 就是在於我們Gogoro的Horris 他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 他怎麼樣在這個 市場裡面 不管是在車陣中 或者說 你聽個紅綠燈 從人家面前一過 可以馬上就發覺他 跟人家不一樣 以外 你還能記得他 所以呢 我除了要讓他 產生一些差異化以外 然後我也做了一些細節呢 讓人家覺得說 他的確跟其他的那些 肌肉難啊 長得不大一樣 所以呢 你會發覺到 像 呃 外面市場的這些車 其實它有一個結構 就是類似有點像 平行四邊形 你會覺得 像一個 為了要表現速度感 但是有點太刻意到 你覺得每一台車都長怎麼樣 但是在我們Gogoro的產品上 不一樣是 我會 故意 做一個不一樣的設定 就是說 你會發現我們的車子 產品 我們的前輪跟後輪 永遠是凸在外面 這種設定呢 其實呢 你會看到很多重機 有些街車啊 你看到車就是 會有一種霸氣在以外呢 還有一種穩定感在 所以呢 我們在Gogoro One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設定 是要讓它是一個很貼地 然後很非常舒適的一個造型 所以我們在Gogoro上的設定 我是用一個三角形的結構 來做定義的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為什麼用三角形 因為它有一個穩定感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自然界中啊 在自然界中 三角形算是非常非常 結構非常強的一個結構 所以這個東西 會帶給人家穩定感以外 其實在說真的 在我們的產品的 真正的機能上 也有得到相當的 幫助跟對應 所以 我今天來 除了呢 告訴大家產品的差異以外 我還是要 告訴人家 怎麼樣去認識 我們的Gogoro One跟Two 那怎麼樣去記得它 甚至你 可以知道它怎麼畫出來 因為其實它有一個很簡單的定義在於 大家看到這個三角形 因為我定義在這兩個輪子 就是在我們三角形的下面的兩個端點以外 這個端點是我把人放進去 因為其實設計摩托車 不是只有設計單純產品 不管是做什麼產品 一定是跟人有關係 但車子 汽車 它比較少 沒辦法去感受到這種東西 但是摩托車非常重要 就是 它跟人的關係非常大 所以 我一定要把人也放進來 所以 當他這個人騎在這裡的時候 我把這個人放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人的這個點就代表 就是 形成這樣的一個三角形 那視覺上其實 你在路上 你會看到這個車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 它不一樣 不像人家我們外面看的 就是 你一個人騎著摩托車 那奇怪就是 喔 騎著但屁股 就永遠有一個屁股標在外面 但你會覺得 這個車騎著Gogoro 你騎在上面 它就是跟你一起的 你是什麼個性 你就會給它什麼個性 所以Gogoro這個東西呢 你就會 把它綁在一起 所以 有這些東西可以讓你 個性的東西放上去之後 你就跟著你的個性在走 所以 為什麼會用Gogoro One 用三角形 這是我們的目的 主要 當時定義 其實 我們只是定義在一個人騎 這個是 當時我們是設定在 所謂的1.5個人啦 另外半個人就是可能短程的 都會的距離這樣騎 但是 幸運的就是我們的馬達 做的性能非常的好 所以 大家都很開心 騎得很舒服 變成是 當下 我們的Gogoro One 很多人把那輛RV車來騎 然後到處騎 所以大家都會講說 為什麼這個車這麼小 兩個人坐不舒服 或是什麼樣 這個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的確 當時我們的設定 的確是跟大家當時的一些試驗 是有點像窗突的 但這個是Gogoro One 但這個部分呢 也在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就已經在 規劃在Gogoro Two的部分 不要做一些對應 因為 你有跑車 就是告訴人家 我們能做的能力跟信仰 再接下來就是 我能怎麼樣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車是好的 因為 第一個我要告訴人家 我能做什麼 第二個 我要讓你能接受它 因為我要讓你知道說 Gogoro 應該電動車啦 因為台灣人 對電動車沒有安全感 因為大家都是覺得是 買菜車 那當然 我們如果做出一個品質 比較好 然後性能也很好的時候 那甚至 又有 又有那種更好的 使用的經驗 我覺得 這個需要 有一些好的產品 來讓消費者 來得到一個安全感 所以這個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那 以這台車來講呢 它的造型很簡單 簡單到就是 我只要告訴你們 就是說你們只要記得 三角形 這件事情 就可以去畫出這台車 我在這裡 教大家怎麼樣去 畫這台車 就像 Horys跟我講說 它必須要在 一秒鐘 甚至呢 很快就能記得它的造型 這個任務主要是 要讓人可以容易記得它一碗 小朋友要記得它 因為 小朋友其實是很可怕的力量 因為有時候 小朋友 他的記憶是最直接的 但是它會影響家人呢 爸爸媽媽其實也是 滿厲害的 這個可能大家沒有 因為我自己有小孩啦 我不知道 有小孩應該大家都有感覺 主要 小孩子如果講了 他有什麼需求 或是 他有什麼想法的時候 相信他對你的影響 會有大半以上 好 所以呢 所以在這個 一筆瞬間 跟一筆記憶這個 呃 那個 情況下 所以我就定義了這個造型 我們設計師其實畫了很多 像這個 最後是取決這個造型 是因為 因為它在於 視覺上 還有 記憶上 是完全跟市場上完全不同 所以在這個三角形上 我會 去從這個三角形的結構裡面 去抓這個結構出來 因為你看這個三角形的兩個 下面兩個點 它就是我們的兩個軸心 前後軸心 那這前後軸心呢 就已經是拉出了這個 車子的基本架構 那我怎麼樣去讓你很快 去記得這台車 其實基本上 我只要這樣一筆畫 你只要把這個人呢 對不起 太小了 這個人呢 把這個點 抓在這三個點的 彼此的關係裡面呢 你很快就能定義出 我們這台車 跟人的關係 所以我只要畫一個筆畫 其實它就大概畫完了 因為它就像一個南瓜車啦 或是說像一個 墨西哥餅那種 它就是可以定義這個造型 但是 這個東西只是要 讓你很快的去記得 不是說你要畫得多像 這是我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策略 因為我這樣做出來的時候 小朋友永遠都會記得它 因為他們也會畫 你如果說有朋友或什麼 有家人的小朋友 你就教他這樣子畫 下次他就知道怎麼畫這些車 因為這個車是大概畫完的 所以呢 GoPro1是這樣來的 那我們GoPro2呢 其實大家看到為什麼 跟那個GoPro1不大一樣 因為其實我是取決一樣 在於 就是比較幾何的形狀 來去架構我整台車的造型 因為這個東西 整台車的穩定度 跟不管是視覺機能上 對我來講很重要 那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的車子產品 那兩輪呢 永遠是凸在最前面跟最外面 這主要是第一個 視覺上跟機能上 有一個穩定感以外 還有人在上面的穩定感 那為什麼 是Hazard 就是一個六邊形 其實本來是定義在一個Honeycone 那因為其實六邊形跟Honeycone 它其實也算是天然中 滿自然一個穩定的一個集合形狀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它還是有一個很妙很有趣的地方 首先我先教大家來畫 首先你 因為六邊形 Honeycone蜂巢型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應該都有一些基本的一些 那個知識啦 你都知道說六邊形怎麼畫 那在這個部分呢 你就在這個結構下 你很快就去定義 因為其實六邊形它有六個像度 這個六個像度是我未來 在做配件的 主要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因為我把它定義到這個六邊形裡面呢 把整個的體架構起來之後啊 我這樣我車子呢 第一個看起來穩定度高一點 我這樣大概就心花完了 就是這台車 就是在這個架構下 那這個架構下呢 你會覺得它可能似乎有點 不是那麼的習慣 但是相信我 有時候結合這種東西 它需要時間 但是你會發現 它是很耐看 因為它又沒有錯 不然為什麼四邊形 圓形 三角形 六邊形 都一直存在被套 如果說你一點點變形 似乎好看起來不大一樣 所以呢 我們GoGlow 2 我是加入在這個六邊形下 那為什麼說是六邊形 因為這台車 我們設定它是兩個人 所以這一段空間呢 我是很需要兩個人 來去補足這個整體 所以你當兩個人坐在這台車上 你騎在這台路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也沒有什麼 太多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跟你的人 結合在一起 那至於說這六邊形呢 你看我未來 其實我有做了一些 配件啊 或是飽感啊 或是未來的延伸啊 避震啊 或是的那個 REAL REC 這種 這個是用這個來去做延伸 因為呢 每個人不一樣的個性 你就會有需要不一樣的東西 來去盟上去 那你要做這件事之前 我不能給你有太強烈的個性 所以我在定義的部分 我一定要讓它第一個 看起來穩定 第二個好接觸 第三個 它好變化 所以你可以換個殼啦 換個個性 前面也可以換 你裝得上去 不管你裝了一個書包架或是寶桿 在這裡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最近改裝抓得很兇 這樣可以嗎 其實是可以的 大家去查交通法規第88條 第88條它有明確規定 使用者跟債用人 不管是說你要裝的那些配件 它有分小型機車 輕型機車跟重型機車 它有比例 第一個 小型機車你可以放20公斤的東西上去 那普通輕型呢 可以50公斤 重型可到80公斤 這80公斤 我們的車子 Goro 2就是重型機車 它屬於是重型機車 因為它是1.25cc以上 所以它可以到80公斤的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裝的東西怎麼辦 它有一個 不得超過你的把手以外10公分 這個如果說大家可以的話 還是說我們再請我們內部 去提供這個法規給大家參考 因為你只要不超過把手10公分 你裝的東西不要超過你使用者的肩膀 還有你的後面的部分 其實從後座開始不能往前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後座後輪的軸心 這個軸心不得超過半公尺 就是50公分 這個都是合法的 這是在交通法規上 其實有這一塊 當然很多警察可能 不是很了解這個東西 那這個部分 我們做這些東西 除了給使用者方便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要保護車身 我們有 side rack 除了讓你裝東西 也是為了保護 那還有 bumper 也是為了保護 還有當然有 front rack 還有 rear rack 當然還有很多 現在可能 Wonderland 你在看的 現在我們都在進行中 也有在做認證的動作 所以未來呢 在這台車上 會有很多的可能 那 那六邊琴只是他的一個基本 那接下來就是靠 之後人 你自己給予他什麼個性 他就會變成什麼樣 再加上我們公規 有很多市場可以去交換的東西 所以這個部分 在GoGoro2上 他的發揮會非常非常的大 這就是我 對於GoGoro1跟GoGoro2的定義 在於設計的部分 我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一個方法 來去做這樣的設計 所以你會記得 就是GoGoro2 他的產品的部分 就會有peel shape 就是peel capsule 就是那種 膠囊的形狀的細節 還有square core這種東西 他有點方 但是這不是那麼方 有代理員的一種東西以外 還有他整體的視覺的一個平衡 不管是視覺上的或是在機能上的 都會有相當的幫助 可能說機能的部分 你做到50、50 倒不是完全 但是這只是一種說法 但真正的50、50 其實還是要靠人去定義 車子只是大概給你一個基本 那一樣一秒瞬間一筆記憶 這樣的定義我也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們的車子不複雜 細節很簡單 所以說起來 如果你們學會了 你們也會畫 好像顯得我們做設計師也不會那麼難 對吧 其實你看了這個六角形 它其實架構在一個三角形裡面 這就是我丟出來的這個產品 希望它在路上 人家在用它的時候 看起來是很平衡、很balance的 以上就是我大概的一些設計的哲學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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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